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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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沒有關係 但是你跑單就不對 跑單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很多人唱歌 他不付錢 但很技巧 為什麼 如果今天大家唱完歌 說我不想付錢 這不行被抓到 跑單要多有技巧 是跑到你不知不覺 莫名其妙 他就好像十幾次都沒付錢 但大家都沒有發現 為什麼呢 今天就告訴你 網路上我們調查 有這麼多的 跑單的 好方法 好訣竅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不見 就是唱歌唱一唱 突然 欸 那個阿文咧 不知道 廁所吧 是嗎 去廁所 沒人 人咧 什麼廁所不知道 好打給他 沒關係 這種行為讚 可惡 唱一唱就不見 有個訣竅 什麼 你不要唱到忘我 然後等到買單那個 給服務生講 不好意思唱到現在吧 這個時候在跑完 一定要在中間 神不知鬼不覺的時候跑掉 這才對 假串包廂 就是說 我一去唱歌就先給你聲 欸 我還有朋友在樓上包廂 他們也在唱 我等一下下來 好 然後過了十分鐘 他下來 下來跟你唱 歡迎唱半小時 我上去一下 這樣幾次之後 他就不見了 你也不知道他朋友包廂在哪 反正OK Anyway 那就我們敷吧 這就是 假串包廂 真消失 鬧鐘電話 什麼叫鬧鐘電話 唱歌吧 我們今天唱三個小時 好 兩個小時的時候我手機就響了 喂 嘿 嘿 為什麼要這樣 叫你注意他嗎 是喔 怎麼會這樣 好好好我去 不好意思我朋友出車會 我去講 我遇到過一次是這樣 他這邊嘿嘿 講到一半 他電話響了 他電話響了 然後他還很正經 他講說等一下 我有插播 插 插播怎麼會電話響 他就是想要落跑 來不及沒有串 忘記帶錢包 這個我覺得還好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搞不好真的忘了 但是你如果忘記帶錢包 忘到有超過十次的話 我就懷疑你到底有沒有買錢包 我感覺拔下去你知道 下樓買東西 這個跟賈串包箱員類似 下樓買東西 我下去買一下卡洋棠 他一定要講那個 KDP沒有的 我下去買一點什麼 下去就下去了 就回家了 就沒有了 就不見了 裝醉 醉到不行人事 你要加他付錢怎樣 他吐 他吐你身上 你很近 可是這種要很小心 為什麼 因為我有想過 如果我今天裝醉 很高興 我不要付錢 你就一起來 這包要剩我 怎麼辦 怎麼辦 還是得付錢 所以要醉到 恰到好處 我忘記了 我以為我要走 這才對 情侶 炒醬 巴鱗 這很可惡 為什麼 唱歌我們唱四個小時 好 他們那對情侶 固定第三個小時 過三個半小時 他們就吵 在吵什麼 你永遠聽不懂 你一定要先在講話 什麼 怎樣 你先 要給我丟臉嘛 是不是 好對不起 我們不要在那邊吵 我們睡覺 出去 就出去了 可惡 對不對 這個就是呢 我們今天收集的 所有KDP這個 技巧性 跑單的方式 可以唱白的 喝白的 吃白的 開開心心晚一晚上 然後不用付錢 很爽 但是 不是要你用這幾招 去對付你朋友 是說 如果有這樣的 不是很熟的朋友出現 用這些招的時候 把它抓出來 讓他看一下 人家文視也有講 你是不是想跑的 你要出去買東西可以 錢先留下 對不對 因為唱歌很歡樂 不要每次都這樣 對那朋友 是不好的 看完這個影片 看到現在趕快按讚 然後點閱 小鈴鐺 都把它按下去 如果你不按的話 你會後悔